我的好朋友寶堅在飛機工作 在飛機工作的人經常有人問 你今天好像有一個空圍 你看起來好像有一個空圍 不是頭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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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見過頭盔是怎樣的 我們經常說我們一到這個環節就是戴著頭盔 不如戴著空圍 戴著頭盔 我剛才也開了名 然後呢 飛機上面經常遇到明星 很多朋友知道你在飛機工作之後 有幾條標準問題 有沒有遇過明星 有沒有見過劉德華 首先問你飛哪條線 飛來飛去是不是很開心 這些標準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是 看到很多明星 我便想為什麼飛機和明星可以relate 為什麼relate不到 明星經常飛來明星上去 後來我才想得通 明星很多時候都不是過私人飛機坐 我只是想問一件事 如果有見過明星 通常他們是否仍然好像是明星那些 還是會很親民 多數都是親民 我剛剛在德國飛回來都見到一個 見見不同的 有一個就是他的女兒 倒了一杯水 然後我幫他清一清 她女兒多大 不是我的朋友阿寶堅幫我清一清 她女兒多大 那個女兒應該是 十歲留在 一年級都未到 應該是幼稚園這樣 那你開不開名字 那個是不是明星 那個也不是明星 那是老闆 即是怎樣 你一見到他 咦你不是哪個 哪個界別的老闆 我一見到他 是娛樂公司老闆 我一見到他 我已經可以立即 提出他的名字 然後我問 你不是就是 平時我看的Youtube 走來走去的孫仔 我想大家都 應該猜到是誰 會有這樣的情況 原來每個名人都必定要坐飛機去外地 所以我們才有這麼多機會去見到他們 這個案子是什麼 香港就是 你外國的明星大部分都有私人飛機 那些是超級大明星 就算是K-pop來香港開演唱會 都是坐香港的航空公司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花水外國新聞 就是一個荷蘭男的創作歌手 叫什麼名字 我第一次忘記了 荷蘭男 荷蘭男 他有一個創作歌手 他有一次坐飛機 旁邊的女生 他很肯定要聽他的歌 記得 有有有 他還在Twitter 自己在說 你現在的女生聽我的歌 不知道他會不會知道是誰 那女生還跟他聊天 好了 不知道這個男生 就是他現在一直在聽 到最後臨上機前三十分鐘 他突然一個女生做了一個很尷尬的舉動 就是塞了耳朵給他聽 很好聽 真的很好聽 這個歌手真的很好聽 其實是他自己唱的 其實是他來的 聽完之後他都沒有揭曉 後來他就 他還嘗試給女生很多暗示 挺好玩的 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那女生離開了 後來終於知道 剛剛跟他聊天的男生就是那個歌手 因為他在網上解釋 他在網上自己寫了一段 因為我只喜歡聽他的歌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樣子 是 好啊 我覺得這些是Fancy 這個案子挺過癮的 有點像是 你有聽過嗎 有有 聽過 那個歌聲的名字我真的不記得 我也不記得 但我女兒也有聽的 是挺好聽的 是 那件事本來我想在今天上綱分享 現在我說這件事 變成娛樂離開了 成功 因為你都還沒入症 對 有些多數都很nice 有些名人都會坐經濟艙 但大部分都是坐business class 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有一班長途機 長途機通常都是躺平的 商務艙那些可以躺下 但始終他都不是一個完全的房間 會有一些地方是 他都要走出走入 有些空間 理解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有些乘客就上機不吃東西 這個明星 他全程都沒有吃過東西 但其他乘客要吃東西 而商務艙那些東西 坐多久 長途機去美加 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即是有些人會完全不吃東西 有人完全不吃東西 我相信有 我試過有一個又是老闆 快B也是這樣說 我可以他嗎 我相信有些是 因為飛機手很難吃 如果有三四個小時 經常有人都不吃東西 短程也沒有所謂 我試過有一個老闆級的人 完全是英國回香港 只是喝了一瓶水 這麼壞 但你又可以保持這麼大隻 可能他私下收了漢堡包 其他人吃 其他人吃會聊天 都沒有問題 總算是不會太吵 但是 有個空姐 就把他後面的人 那堆刀叉 收起的時候 不小心 跌到地上 嘭 嘭 嘭 然後這個明星 發脾氣 就看到 咦 為什麼有隻叉 本來睡著了 醒了 有隻叉吵醒 這下糟糕了 然後沒事了 他看一看 抬頭看一看 那空姐 沒事了 走過了 後來 到差不多中段 他突然說起床要吃東西 那你的商務艙 要吃東西 什麼時候都有 然後他就說 我不要你服務我 我要指明是那個女生服務我 即是吵醒她那個 對 為什麼要這麼有趣 即是他要吵醒她那個女生服務他 沒有所謂 首先可以這樣點名 誰服務自己 那服務無所謂 即是都算了 放下了之後 就著他 整盤東西 有熱東西 冷東西 喝東西 一踢到地上 真的嗎 這樣也沒有人拍片 接著就害怕了 大家都 這麼臭串 經理級就走出來 喂喂 啊 什麼生 沒事吧 什麼事 現在那個經理就走出來 打算清理現場 不行 不要你清 我要那個幫我收拾所有東西 憑什麼啊 我覺得你 開名 本來你這個說不開名 我真的要開名 搞錯啊 你親眼看到嗎 你親眼看到嗎 你親眼看到還是什麼 不是我親眼看到 聽阿姐說的 真的 一定真的 都流傳了很久的故事 什麼時候發生的 不知道 我害怕 雖然戴了罩 我們這樣 我們保持 我們維持 我們不開名的原則 不過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 但是這麼壞的行為 當然是拿出來給大家 我們什麼X什麼 這樣就行了 那你就開名 沒有 沒有開名 沒有開名 那你怎樣 但是呢 其實要視乎那個經理 如何處理這些個案 就是 叫RQ 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明星 不是關不關明星事 他就是生氣那個女生 吵醒了他 如果你是大媽 我可以原諒你 因為大媽 真的很壞 你剛才說過 閒雲西 很壞 他真的出了名 很壞 那那個女生 他出了名 很壞 他不是出名 很壞 他只是出名 很壞 你給我第一個貼士 很很壞 會不會跟我 那天說 那個是同一個人 你那天說誰 巨星 當然不是 這個怎麼稱得上巨星 這個就是好色 但就不是巨星 是韌 我暫時離開那個鏡頭 如果以這個拍戲 他的知名度低得不得了 但是他的好色 曾經令到他真的變成巨星 震驚全港 全球啊大哥 沒錯 全球 全球 他的程度真的震驚全球 大家看看他的視像 搞錯 喂 搞錯 這是討論你兩個 肥仔 你這就叫做什麼 戴頭盔 戴頭盔 戴到人都不見 那最後怎麼樣 是傳說而已 沒有證明 後來就很視乎 經理應該怎麼處理這些情況 坐進來 怎樣轉youtube 那怎樣處理這些情況 站進一點 不用 我覺得他真的很沒有公義 說到這些事就縮開一邊 說真話 不公義 我們上個星期 命都不要 大佬 就是 豁出去 豁出去 怕什麼 那我就回來了 雨傘運動第一個走 就是這些 是 雨傘運動第一個走 就是這些 立刻回家洗澡 立刻回家洗澡 離開需要更大勇氣 然後 尚師如何處理 尚師如果你是一個 站得硬的人 就會懂得處理 什麼硬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處理風格 有些就是客人永遠是對的 但是其實客人不是真的永遠是對的 嘩我們開始有人猜了 我們開始 我們不會承認 以後不會再猜這個身體特徵 但我很奇怪 我完全沒有給任何提示 你們幹嘛亂猜 其實有人猜 因為你咪又說了 我不知一件事 我咪又有說嗎 你當然有說 而且我覺得真的太過份了 真的太過份了 但是發生在這個人身上也正常 為什麼呢 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都覺得不正常 他也是那隻 臭臭串串的那隻 口碑也是文化 我真的不知道他串不串 我只知道他很鹹心 但這些是傳聞 我不是親身看到的 是傳聞 聽回來的 所以不知道是堅定留 又沒有人拍照 你這些真的是大頭盔 因為真的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後來是怎樣 後來聽聞 那個經理 是那些客人永遠是對的 不敢發他為 就照樣 你撿了他 清理他 以色是靈人 就不罵他回頭 那女生不太可憐 我只是想知道那個空姐是怎樣 會不會哭了 當然哭了 當然是委屈 行內其實很多人應該都會替他不值 很委屈的 而且他是不是一定要聽上司的話 已經是不合理的 超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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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特意要那個人來服務你 因為你特意要那個人來服務你 又特意要那個人來服務你 已經是 我覺得很離譜了 師叔 你對其他在商務艙人之中有影響 因為你吵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地上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地上 你影響到我 還有 如果我是那個上司 我看到這個明星 烈腳黑名單 烈腳黑名單 我當然要保護我的下屬 你想說什麼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突然說 又拍照 不行都不夠 總之下了機之後 你就叫這個來我酒店那裡服務我 這樣可以 沒有哭到這麼快 不行 這樣就繼續 這樣就不會 但是你飛機困獸鬥 有些人 視乎處事的風格是怎樣 有些人怕人 怕客人 有些人就不怕客人 立即叫警察 說這個人 有什麼好怕 如果我呢 是他不合理 還有你名人 其實你放在桌上 你比我害怕 還有 飛機司的主持人 最慘的是他作為名人 他的底部沒有 還有 你所屬的那間公司 他又坐開了 都不敢解僱你了 難道你得罪了客人 如果你整個單子發大來玩 結隻差 我覺得其實應該不應該不適合 最後就玩大 Captain是可以寫一張written warning給他 然後有些 warning 如果在新加 其他航空公司都禁止你 黑名單不讓你買機器 那為什麼要這麼屈服 那就是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那個 處事的情況 不知道實際情況是怎樣 就是 撈完就沒事了 好像就沒有了這件事 撈完就沒事了 發生了多久 這件事都很久 很久之前有聽過 很久之前 即是發生了 但沒有留的 即是他色情出名之後 不知道 這個就是 為什麼色情出名 就是色情出名之後 他怎樣色情出名 你說Part2 他講Part1你就講Part2 他色情如何出名 那他那種色情 有空又有空又有空 有空又有空又有空 有空又有空 大家怎麼知道 大家怎麼知道 他簡直是手機的秘組 祖師爺 這些是閃卡 爆到這裡 這件事說的 我真的講手機的 明白明白明白